第幾位 確認涅水者有沒有帶來 先走一會 你就問涅水者 就詢問他 看是不是他真的是涅水者 然後第一個叫 是怎麼叫 呼叫涅水者 是呼叫 不是 是找尋救生員 好棒 第三個是伸 伸手 伸手 或者是拿足竿 伸給他 不要伸 第四個是套 套就是會 你的氣盤套給他 讓你覺得 可以抱爪 可以丟在水面上 最後的是 滑爪 現在大部分滑爪 因為有玩過對不對 不容易翻爪 不容易翻爪 沒有玩過不知道 其實那個倒危險 很容易翻爪 可是翻爪之後 也有可能被 滑爪 大下爪 危險 所以 大骨髮 這種 氣場 如果有看到滑爪 就可能 是不要使用 還有 延伸的氣場 如果下面 是一個大骨 七八九十公斤的 然後上面 如果你搭不動他 怎麼辦 就不要使用 那個氣場 延伸的氣場 或者是你如果 真的救他 如果搭不動他 就放掉掉了 清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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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嗎 清不清楚 所以等一下 我們會介紹比較簡單的 叫做 叫拋叫 可是我們延伸的氣場 是會 使用的 如果你當 你不易當 溺水水的時候 你說 叫拋叫 第一個叫 叫什麼叫 第一個叫什麼叫 第一個叫什麼叫 有哪一個有呼叫 這 血散地水腫 有沒有地水 第二個 咧 拋什麼 那個氣 你是用的 你就用 拋什麼 拋什麼 不是拋身子 拋球啊 或是 拋頭 或是拋頭 或拋板 給他 然後 第三個叫做 快進去 什麼支援 比較大的 或救生的員 清不清楚 對 清不清楚 對到 你們對到 面前走的時候 該怎麼辦